8.8健康有方 相当的励志 那么回顾半年前 六二七八仙城报 之后我们为商者加油 我们也播了这首歌 当时呢 其实很多人回响 非常的热烈 那么因为那一夜 改变许多人的人生 到底是上帝 给他们一个 开了一个玩笑 可是有生命的转弯处 是不是就在这个时间呢 八仙城报在关怀 今天我们为您请到了 在当时非常危急的 有两位商友 首先我们掌声 欢迎是我们张姐 主播 主播各位观众 大家好 好 张姐呢 搭车是阳光勇士 很会游泳的勇士 那他是一位运动选手 那另一位掌声 我们欢迎是我们的 阳光生命斗士 钟睿 大家好 好 钟睿呢 也是一位勇士 他是很用的用 但是他呢 最大的心愿是演戏 对不对 那钟睿呢 还当过我们三历 很夯的八点档的演员 他演什么呢 我们先卖个关子 待会告诉您 好 第三位我们欢迎是 三军总医院 掌心外科戴念子主任 欢迎主任 亚帆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主任我们半年没见了 所以今天在关怀 真的非常谢谢您 百忙当中再次抽空来 第四位欢迎是我们 职能治疗师 陈静茂老师 欢迎杨茂老师 大家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我们回到 六月二十七号内夜 许多人 他的人生就此改变了 不过在伤者 他们关键的三天 救治黄金事件 当时呢 其实很多的事情 包括赖大家说 他们要多喝椰子水 这到底对不对呢 还有就是说 这次受伤有四百多人 很多人超危急 超危险的 弄得人心惶 甚至说 马飞都不能止痛了 我们来看 当时呢 我们在 就非常紧急的状况之下 我们关怀这些伤者 那时候邀请到 代理主任 还有我们基隆 长根医院的 抚养陈建宗附作 另外还有 就是马接 麻醉客的主任 林嘉祥主任 他们三位都是 在很忙当中 来到节目 他们认为说 一定要把现在 可能在社会上呢 可能正反 很多的一些抱怨 或很多不必要的声音 他向大家解释一下 让大家这时候 心能够静下来 然后有正确知识 甚至有更多的正向力 来帮助 这些四百多位的伤患 好 你可以看到 当时三位专家 那天我们还带了 压力衣来 那同时也说 马飞真的不能止痛吗 那同时我们为商友 来加油 我们当时也连线了 钢铁女孩 庄雅金 他把个人的一个经验 当时我们电话 说的我们真的是 几乎是要泪流满面了 因为他这么坚韧走过来 就是无谓的 无谓的迎接生命的挑战 我们给他掌声鼓励鼓励 那同时我们用FB呢 让大家在当时 Live现场呢 及时的请专家来回答 这是在半年前 最紧急关键时刻 我们88健康友方 从正向的能量 来关注这些商友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当时的一个情形 又是如何呢 6月27号晚上8点30分 巴仙水上乐园 彩色派对活动 因为喷洒彩色的粉末 导致粉尘的一个爆燃 那么伤患统计 总结有499人 那么这当中呢 我们看到15人不幸过世 目前25人继续的留院治疗 其中两个人在加护病房 一个人病危 好 这时间统计到2015年12月3号 有请我们的代主任 主任现在我们可能再回想 当时状况真的非常的紧急 真的时间过得非常快 一转眼已经半年了 对啊 那今天站在这里 我说真的 我们真的是可以稍微松一点气 松一口气 对 但是呢 当然后续 这些不幸的 这些病友 事实上还有很多的问题 需要我们继续努力 像刚刚亚方提到的 我们的医疗团队 对 甚至于怀孕的 我们的总医师 现在已经很高兴的当妈妈了 当妈妈了 事实上当时在拯救处理这些病患的时候 其实我并没有感觉到他觉得非常的辛苦 他反而虽然辛苦 但是却是非常的坚定的 对 勇敢的在处理病人 所以呢 我也非常感谢 我们大家都非常感谢他当时 可以这样的一个付出 商有关键期那三天 我记得那时候的消息非常的多 也很乱 说什么这次很危急 应该是921之后最大国内的公安事件 真的是这样 是不是有200多个人 其实都不是那么乐观 可是我们看这样走过来了 当然从医疗进入 还有医生医护人员的不眠不休的照料 在那时候紧关键时刻 我们看到这400多人 那目前几乎超过了三分之后 一大半都出院了 所以比当时要乐观太多了 对不对 真的是 其实是让我们大家很难想象 也因为当时说真的 我们从上到下 所有医疗团队 社会 媒体 各方面 大家几乎是一致的 给我们医疗团队 还有伤患支持 对 那所有医疗团队 我自己回想起来 其实大家当时都没有惧怕 就是全力以赴 那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今天能够只有 也算幸运的 就是只有15位并有往生 那以这样的一个记录来看的话 确实是现在目前 世界上 觉悟仅有一个非常优良的治疗记录 所以台湾这次医疗团队 在抢救627伤患的时候 其实也受到非常大的肯定 非常 那张杰是您的照顾的伤患之一吗 是的 那张姐 你刚刚还跟亚芳姐说 你最想要感谢就是我们主任了 怎么说呢 您心中的感受是如何呢 其实当初 当初在加护病房慢慢 就是慢慢清醒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我妈急着要见我 很着急 可是那时候一直吸 因为加护病房其实是有探访时间的 对 可是主任觉得我的病情还不够稳定 所以继续把我留在加护病房 做观察 然后因为加护病房 里面给的药也比较多 就是可以兼换我的一些疼痛 对吧 所以你觉得你生命中的贵人 就是要首先要先感谢戴主任 不过我们现在看到 这位阳光的应该是勇士嘛 就是张姐 她可以坐在这里 其实她在这半年也历经了很多的煎熬 待会也引自己的一个心 跟大家分享 最主要就是要给大家更多的打气 因为就是彼此商有 也可以彼此的打气跟加油 那半年之后 其实他们现在最需要的 主任据说就是关怀跟接纳 等一下这些种种他们会碰到问题 我们也要得请阿玛老师 也跟大家说明一下 主任我们先看一下 我们其实帅帅的张姐 对啊 张姐他是文化大学体系的 二年级的学生 现在就正常回到学校上课了吗 是 那恭喜你 那你专场 你从小就会游泳 就那么喜欢游泳了吗 你现在是运动选手 是啊 那时候成绩怎么样 那时候之前有出国在加拿大 有比过公开赛 然后那时候我在那边念高中的时候 是安大略神的记录 哇 那这样是很棒的 对 但是现在坐在这里的张姐 她的运动梦 我们也帮她继续加油 也许还可以再继续圆梦 可是因为627那一夜改变你的可能一些想法 甚至你的梦想也暂时被打断了 你的烧伤体的表面积是45% 伤口深度是2到3度 受伤部位是她的四肢跟侧腹 那主任像张姐她是处在 她是深二度这个烧伤部分还是 其实烧烧伤这一次八千层报 大家再回想一下 其实很不容易的 除了她是非常大量的一个受伤人数 将近500 另外就是绝大多数全部都是 深二度到三度 所以呢 大部分的平均的三度的面积都在40%以上 那以张姐来说的话 她的身上左边的肢体 然后四肢 都是有深二度到三度的一些受伤 所以说事实上是一个相当严重的一个情况 那张姐你当时在事发的时候 你是站在比较前面吗 其实我是站在面对舞台正中央片前面的位置 正中央片前面 那就是在 应该算是比较重 是重灾区的那一区吗 应该算是 算是非常前面 算是比较前面的 就一报之后 那你当时的 你们在现场因为你很乱嘛 可是你们还说 是不是以为是特效 真的是这样吗 因为一开始就是烧起来的时候 那个光非常的亮 我们就是以为只是灯光这样打下来 可是全部都是 后来感觉到 已经感觉到痛的时候 已经来不及了 那时候才开始 感觉到痛之后才开始跑 所以当下的时候 你们是没有觉得说 自己的皮肤被烧伤了 没有 可是我有看到一幕就是 有人就是跌倒碰到 那一瞬间他们的皮肤全部不见 温度已经很高了 就脱落下来 反正在燃烧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城报那一天 城报之前嘛 你们大概有好几位朋友是一起去的 这位是您的学长 大家结伴去玩嘛 那他的烧伤面积是当时 算你们这几位里面比较严重的吗 是啊 他大概有60%的烧伤 然后双手双脚都直皮 据说那时候你有跟人家借电话 打电话给家人是不是 那时候说什么呢 那时候因为发生事情我知道 这次会很严重 所以我找不到人帮忙 因为当初很混乱 手机也掉了 然后等我被抬到大厅的时候 我才有机会跟别人接到手机 打一通电话给我爸妈 我第一句话就先跟我爸说 爸对不起 我好像有点受伤了 说实在是 也没有料到那一天会发生这么大的公安的事情 不过真的我们要继续为这些商友加油 走过来了 那接下来就是关怀跟接纳 那我们来看这个勇敢勇士 勇士怎么样来面对手术住院期间的 我可不可以讲是一个煎熬 真的是煎熬 家户病房昏迷插管 对 刚刚他有说特别谢谢主任 因为他的状况比较危急 所以他当时他住的天数也比较多是吗 很多病患当时这一次的 几乎都是有吸入性灼伤 所以很多都需要在家户中心 甚至于呼吸治疗 像插管 像张杰就是有插管治疗 那这个是多久之后他可以 应该想动手动脚功能 已经有一点点好的现象了 通常这个治疗大概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有经过一个月左右 一个月的时间 经过几次的手术 那就是包括要轻创嘛 对不对 有时候可能再一次不够 还要再 是的 我在这边还可以提供一个 一个就是跟张杰讲的一个小秘密 因为我们在手术室 当时很多病人 那我当时在帮张杰手术的时候 尤其是做两侧下肢的 这个直皮手术啊 轻创的时候 当时我们就 医疗团队就有讲到说 张杰是你知道吗 他是游泳选手 当时呢我内心一想说 那脚这么的受伤很严重 那我们应该要好好的 要把他帮忙一下 帮忙一下 所以当时在做直皮的时候 说真的那都已经很晚了 晚上大概已经这九点十点了 但是我们还是很不厌其烦 大家很有耐心的帮你做直皮 直皮非常的仔细 当时心里面就想了说 看看能不能够 让他继续再可以游泳 对继续做你的勇士 所以你要再一次 又要再谢一次主任 他很照顾你的这一双腿 特别有去关注 但是这过程里面 哎呀这个患药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有播出一些 就是去采访 他们真的是 听到那个病房 有一些比较凄厉的一个声音 那时候你怎么样咬紧牙关 走过来呢 渡过的呢 那时候有几位朋友 帮我拍了一些 打气跟加油的影片给我 所以在每天早上 在换药的时候 我都会看着影片 然后咬紧牙根 有时候真的太痛的时候 护士会一起跟我唱歌 哇怎么那么好啊 那影片大概说什么呢 影片都是同学吗 还是拍给你的 有一些是同学 有些是盘球选手 还有一些艺人 那唱歌 护士跟你唱什么歌啊 什么歌都唱啊 真的吗 哼个一两句来 他那时候唱什么 你印象最深刻的 唱好像是唱周杰伦的 晴天吧 哦晴天啊 哎很棒啊 所以他特别有 有挑选过 我们安保老师 像在这个旧志 就是说过程里面 有时候唱唱歌 或这样的一个 舒缓压力 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是 像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输压 对可以输压 而且能让他的情绪 还有他的疼痛感 能够转移他的注意力 不会说当时 就是一直在疼痛的那种 痛苦你的指数 然后一直在升高 那唱歌 除了输压以外 还可以转移他 对疼痛的注意力 所以那时候 几乎是没什么体力啊 几乎他们其实 就像张姐讲的 病人本身 其实就很辛苦了 每天就是忙着换药 忙着复健 那医疗团队也是一样 我们路过啊 都是看到医疗团队 大家都穿着隔离衣 在床边换药 复健 所以大家都很忙碌 所以这半年怎么过的 大家是不是一晃眼就过去了 真的 说快也快 说不快也真的不快 如果你真的觉得是煎熬的话 日子过得特别慢了 这是他当时在换药包扎的 那这个也手好一点嘛 那这个部分是背部 对这是背部 他也有受伤 像这些没有直皮的位置 通常就是因为他比较二度 偏向二度 他有机会好 但是呢 在他愈合的过程当中 那种换药的疼痛 就是比较厉害 那对于一些比较深的伤口 如果说我们有办法早一点 把它做青创直皮的话 早一点好起来 当然就可以减少一点 它的疼痛 但是呢 一旦它皮肤长得差不多 它的一些复健就要更为加强 那复健的过程当中 就像那个阿茂老师讲的 就会有很多其他的 可能肢体活动的疼痛啊 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患药疼痛之后 好不容易皮肤慢慢慢慢的 对不对 直皮肤长好 可是接下来的 复健的痛又来了 是 可是为什么 阿姐你说 复健的时候 你反而有时候觉得 会蛮快乐的呢 因为我知道 当我开始复健之后 我就慢慢可以 往我 离出院的日子不远了吗 想要就是可以继续 慢慢继续回去游泳 是有机会的 所以你是一个 平常就很乐观 很正向的孩子吗 应该算吧 应该算 运动选手是不是 我觉得也许可能会比较开朗一点点 对 他是相当开朗 所以在您救治的伤患里面 他算是 对 非常积极 因为我都听到 护理师 还有一些我们医疗团队跟我讲说 张杰今天又有很多进步 人家没有要求他复健到这个强度 但是他拼了命 可是这样会不会太over一点 反而会伤会吗 基本上我们会觉得 这个动机 复健的动机非常重要 那如果说他可以主动的加强 那当然我们旁边都是有护理人员在陪伴 对 会帮忙陪伴照料 所以在他允许的范围内都是很好 张姐讲一下 这一张也非常特别珍贵 为什么 因为那张是我躺了 几天 应该是一个半月第一次站起来 第一次站起来 就是第一次下床来 对 第一次下床 真的是很感动 也了不起 那这个可以蹲下来 这经过多久了呢 因为我本身附件进度比较快 大概四天 哇 很快耶 你是这 主任说你是拼了命做复健啊 真的这样吗 那都不会痛吗 会痛啊 其实那个时候我还 脚上还有一个比较大的伤口 它其实是有直皮的 可是 在哪个地方啊 在右脚脚环内侧 这边 对 在这个地方是不是 可是那时候直完皮 好像有一次换药的时候 那个皮肤好像掉了 所以它一直没有好 所以可是我还是持续继续腹肩 那皮掉了这样子再撑下去可以吗 主任 通常都是疤很软缩 那腹腱的时候呢 它如果太 就像您刚刚讲的 如果太激烈的话 对 是有可能有一些皮肤会磨掉 或者是破损 因为它们的皮肤都是 一个比较不稳定的伤口 对 这也是算比较深蹲了 这是你自己偷偷蹲的吗 腹腱是有跟你说可以这样蹲吗 他有跟我讲明天可能会做什么 可是我前一天晚上吃饱饭之后 你就偷跑了 对 就会先开始练习 你好厉害 不过我觉得张杰森让我们看到 他就是有一股 这个鼓励自己的力量 就是说我要很快的出院 没错 所以他希望要回到运动场上 有一个意志力 觉得这很重要 终于要实现愿望了 哪一位教你唱歌的你还记得吗 有在这里面吗 毕业的那个 业 昨天这回去要加分一下 那我们来看他现在需要怎么样帮忙 疤痕增生雷射手术 是要把这个疤痕都给他消掉吗 对 现在目前我们在疤痕的治疗上面 除了复健 还有一些除疤的一些可能药物帮忙之外 那现在目前也引进一些新的雷射治疗技术 他能够减少皮肤的受损 就像这样子 一个四方形的一个雷射 所以这是雷射打上去的 对 打的硬子 但是他不会造成很厉害的皮肤的破损 但是他的雷射的能量 可以到达他的真皮层 可以促进底下的疤痕的 重新的再生 那现在这个雷射的话 是要自费还是说 是有一些善款当中可以帮忙他们的呢 对 现在目前 因为它是一个比较新的 一个促进疤痕再生的一个 恢复的一个医疗的方式 对 那所以说确实也需要一些 善心的企业 能够来提供这个疤痕的机器 那同时也可以赞助一些疤痕的疗程 对 那当然我们非常感谢 这次巴仙城报过程当中 其实政府也买了很多大体皮肤 花了很多的钱 那企业也捐赠了很多的压力衣 但是呢 现在目前 大家面临这些疤痕的重建 就是说半年之后 对 我们现在必须再进一步 关怀的方式又不一样了 对不对 对 没错 所以在疤痕的复健 重建这部分 我们也实在也希望 我们的社会 大家如果说爱心的 能够再关注他们 能够提供一些雷射的治疗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除疤的 对疤痕有帮忙的一些医药材 是 这样的话对他们很合理 冒昧请教您一下 我们如果去雷射打一发 大概就多少钱 那他们这种雷射一发是怎么算 然后要 如果以张杰他的面积 他要打多少发 要几次才会好呢 对 因为其实雷射 第一个它本身机器 可能这个机器就要600多万的台币 那另外在治疗上面的话 打一个percent的一个面积的话 我们就以目前比较保守的 这个想法的话 可能是600块左右 那以这个腿上面这么多 大概10percent的面积的话 对 那以张杰来说的话 两只脚加起来 假设一次有20percent的面积 要治疗的话 那它乘以600块 所以可能要1万多块 而且雷射的 对 雷射还有一个疗程 可能隔一个月或6个礼拜 是 它要重复治疗 那可能治疗的6到7次 有的人做到10次 所以说它是一笔不小的医疗费用 那这个就是让它的外观 会有 会好一点 就是好一点就是改善 对 尤其是关节的一些疤痕软缩 它会很有效的放松 所以还包括到这个软缩的一些 没错 这个治疗 帮助这个复健关节的功能 所以这是一个相当不错的一个医疗 现在目前在新北市 当时有很多善心的捐款 那新北市它有627的专案 那专案当中对于这些善款 现在目前都会按照一些 他们医疗的需要 有给予这些8000层暴的病患 一些补助 是 好 昨天如果我们看张杰的话 如果按照您的这样一个预估跟照料之下 它有没有什么时候可以再回到 就是游泳池里面大展身手呢 是 那当然无奈的就是说 不幸已经发生 但是呢在我们医疗团队 大家的努力 社会的支持 国家的支持 还有最重要的张杰自己的 一个努力的向上的一个 复健的这个心 对 所以我想我们当然保守讲的话 其实还是需要 可能至少一两年的 一个复健重建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是乐观的希望 大概一两年后 能够有很长足的一个改善 同时能够让张杰能够回到他的游泳池 对 为国争光 回到他的运动场上 加油 有信心 那我们的钟瑞 在晨报那一夜之后 其实钟瑞在治疗过程 他还问护士说 我会不会死呢 那他能不能继续圆梦 我们待会告诉你 其实挑海鲜 是非常有撇步的问题 第一个 你要挑海鲜 你眼睛看 如果它太红太白 太鲜艳你就要小心 一般来讲 死掉的鱼 不可能有太红太白的这个问题 它一定是一个灰色和色的 你看到太红太白 被加色 漂白等等的方式处理过 同时 挑鱼呢 用眼睛看 不如用鼻子闻 如果闻到有腥味 有药水味 就知道是不对的 那眼睛看到的塞的颜色 或者是眼睛的透亮 都可以用药物来 所谓的遮盖 那至于说挑什么鱼比较好呢 一般所有的人 研究都正是一点 急速冷冻的鱼 鲜度比仙道的鱼鲜度更好 所以你在看卖场 如果它根本没有温控的设备的话 它只有一些冰啊 或者是没有温控 在室温下卖的话 这各位要小心 你会容易吃到 加了药水防腐的鱼 所以注意鱼的挑选很重要